嗨,大家好,我是無為 好久沒有拍片了 好,這個今天來做個簡單的紀錄啦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剪上去 但是我覺得我很想要跟這個頻道的訂閱戶們 分享我最近買到這個東西的喜悅 好,這個在網路上逛,然後我原來在 那個網拍看到有人在賣 這個電視,所以液晶電視 但是吸引到我的不是他的規格 還是什麼極寸啊,什麼品牌 吸引到我的是他背後的端子超級多的 開機的畫面還可以接受 那我就把它標下來了 也不貴,真的1000多而已 重點是他後面的端子超級無敵多的 非常符合我們在打電動 需要的那些端子 那就買來了,到貨了 那好,現在就來開箱給各位看 雖然這個箱子 不知道要拿來 很舊很髒啊 因為那個電視其實看起來也超舊的就是 先看一下這箱子很大 而且很重喔 如果以現在的液晶電視 就算是4K的好了 這個大小其實都會蠻輕的 那這個很重 因為早期的液晶電視可能他的用料就是比較好 好這是一台 來我看一下他的型號 這是一台Sony KDL26S4000 製造年分是2008年 馬來西亞製造的 來來先看一下 其實還蠻髒的 好他的端子 有兩個HDMI輸入 三個餒 後面兩個 側邊還有一個 所以他其實 很方便 因為他後面有側面也有 旁邊一個HDMI 後面兩個HDMI 然後 來背後 視訊 AD端子有 一組 兩組 然後 這邊 還有色差端子 一組 兩組 他還有音訊輸出喔 電視旁邊會 另外在裝音響 或是擴大機 這個時候就會需要這個音訊輸出 好他音訊輸出有兩組 一個是普通的 那個 蓮花頭 RCA的 還有一個是 光纖的輸出 光纖的 就是數位音訊輸出 就是有一些 數位流的 擴大機可以用的 好再來輸入還有 PC輸入 就是他有一個 VGA的 端子頭 VGA的 他這個也是走RGB訊號的 所以他也可以 充當電腦螢幕 而且他不只是輸入 他旁邊還有一個 那個 3.5mm的 音訊輸入 也就是這一組 就是完全給電腦用的 因為是 VGA輸入 然後他在一個音訊輸入 從電腦的音效卡輸出來到這邊的 HDMI輸入這邊 他還有另外一個 也是3.5mm的 音訊輸入 好再來 AV端子的上面這邊還有一個 S端子 然後還有一個 我看起來 有點像S端子 但不是S端子 他是寫什麼 控制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 看起來不像S端子 他有VHF 就是最早期那種 走那個類比那個 電視那個訊號 接地線 好來然後 AV端子 一組 兩組 三組 好然後 S端子一組 然後 射差端子 一組 兩組 好然後 音訊輸出 一組 兩組 好 VGA輸入一組 HDMI輸入一組 兩組 三組 有沒有 所以我看到那個 我就哇塞 這個也太太寶貝了吧 就趕快 因為其實重點是他也沒有很貴 所以 就趕快把它買下來 真的有時候 一塊貴一點的卡帶都比這個價錢 加運費還要貴 所以感覺 是蠻髒的啦 所以我等一下可能會先把後面擦一擦 然後來試開機看看 哎唷 他的 遙控器還是 也是Stony的 對遙控器 好來 他的底座 底座也 也蠻重的 真的是很髒 好把腳架 裝上去立起來了 還包含腳架整組電視真的是 非常的重 很有分量來 給各位感受一下 這樣子 有沒有 真的是很重 記憶體也重 那個底座也重 這種這種 這種用料可能現在的電視都不太會這樣子用 因為現在的 一斤電視都超級無敵薄 又很輕 好 來 有過電喔 看到了 他是Sony 然後他是有Bravia這個型號 因為我以前 我們以前買過Bravia的電視 印象中都是很 用料都很好 但是現在到這個年代了 這個規格電視大概就是 被人家拋棄不要人 所以 還有人可以拿出來賣 也算是 我覺得也算是緣分 他還有一點吸引我的地方 是他可以直接在遙控上面切換 寬螢幕跟4比3的比例 所以 你可以 用寬螢幕玩HDMI的遊戲 像PS3 PS4 那 也可以用4比3 像這樣子 有沒有直接就切換了 好方便喔 玩以前 後面你看到那些 AV端子 或是S端子的那些 古早的遊戲 這一點非常符合 像我們這樣子 老玩家的需求 我想要玩任天堂 我就AV端子插上去 我想要玩超任 就S端子插上去 有沒有 就可以直接玩 然後也不用怕 也不用擔心說 他被拉寬之後 比例會變 因為 有些人對那種比例 是特別敏感 我自己是還好 可是我知道 有一群人對 遊戲畫面的比例 非常的敏感 他們無法接受 被拉寬 那就 那就需要這樣子的 符合比例的畫面 好我去拿幾台電動來裝裝看 試試看他畫面怎麼樣 好不好 好這一台是 之前很久以前買了 但不太 不太上機的這個 紅白機 然後他是有改成 那個AV 輸出的 這個你們有興趣的話 其實找很多網拍 或是社團 都很多人在賣 就是有改成 AV輸出的紅白機 這樣子 當然如果你真的 很極端的要玩原汁原味的話 沒有改過的紅白機 你要再配一個那個小盒子 就可以直接接到這台電視 後面的BHF端子 那也很棒 可是那個畫質會是最差的 雖然說他是 最符合原汁原味就對了 好我從旁邊插 他其實就算這邊輸入好了 他還有一個耳機輸出孔 可以用耳機聽 真的是 真的是 我們現在是很少想 很難想像有這樣子的東西 有畫面單就是 有來他有訊號進去的 但是可能卡帶可能機器都有可能 因為 問題不少啦 太多東西了 一個一個解決 不可或缺的 不可或缺的 WD40的磁口清潔液 因為我們現在不可能真的拿 不可能真的去吹機器 不過看起來他是有 有訊號而且都有過丟 有了耶卡帶 卡帶 所以這兩塊卡帶有問題 等一下再來處理 再擦乾淨 看起來蠻不錯的 他要是自動切成 換檸檬 切回來 好我從畫面上 其實看得到它是有重線的 就是一條一條的 這個是早期紅白機的通病 它已經有減輕了 但是還是很難避啊 那就看你自己能接受到哪裡 就都抬卡了 還行啊 不得不說這個音效 我不得不說這個音效很好 這個音效很沾 重量是有關係 對 這個音效很高 接著就是我的第二最愛 超級認天堂來看一下 這機器很舊了 它也不是什麼特殊的one chip機型 反正就是可以隨便你玩這樣子 因為我是比較貴的 就聞起來比較小心一點 不錯耶 連吹都不用吹就直接上了 可以就可以就可以 呵呵 這個我買回來都還沒有實際上機過 經過剛剛紅白機那幾塊的測試 我覺得我應該要找機會來玩一玩 所以聽到有趣是不吹就 在做一個 每種類的那是可以 我來到了 這裡段番話 我看了 有趣的 我們在看上的 我們要有一模一樣 現在自成沉 因為他在驚悄中 好 既然是操任 我剛好可以來做一個很簡單的畫質的比較 這是買的副廠的S端子的線 超韌的 如果以前你有經歷過那個規格轉換的那個年代 你應該也會知道 在像PS那種機器上面 它其實有S端子也有AB端子 或是射差端子 那接到電視上其實畫質就會有很明顯的不同 會感覺就是有差 所以剛好我就用超韌來比較看看 看在這台電視上面能不能看得出 肉眼可見的差異這樣子 有有有 其實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出來 但是其實眼睛在看的時候 S端子的畫質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多了一些雜訊 可是其實那個線條都很厲害 因為端子的話它的物件啊 那個圖顯的邊緣就會比較模糊一點 是有差的 是有差的 這種感覺就是真的是很棒 它的線條感跟顆粒感都變得很明顯 這看起來真的是舒服很多啦 舒服很多 然後接著是MB齁 我們都叫SEGA啦 看起來 就像是個超韌的 即使用在裡面 在這邊的線條 那些地方 在這邊的線條 那個線條 那些地方 在這邊的線條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妙 不妙 最后一会儿 我会有点儿子 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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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剛剛測試的S端直 然後AD端直 色差我自己也測試了都ok啦 我現在就要來挑戰最後的接頭 就是HDMI 直接請出了我們的PS4齁 欸很久沒有開機了 哈哈哈 好那我們看看這台機器能不能吃這樣子的訊號 欸 欸有了看到沒有 PS4的開機畫面 所以ok喔 因為PS4 Pro他原生輸出就是4HD喔 所以這一台十幾年前的液晶電視 他也通吃4HD的 我們看很久沒開機了 他也通吃4HD的HDMI訊號 這真的是很棒啦 應該我們這個跟巫尾差不多年紀的老玩家 應該這台一台就可以通吃了齁 很棒也不用改機也不用幹嘛 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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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這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講結論啦 我覺得這一台真的是 買對了啊真的很棒喔 那個雖然他沒有4K但是我覺得對我們來說不重要 就一台電視可以從 就完全符合我 玩遊戲的年份 年代 從最早的紅白機 然後到現在的PS4 都通吃喔 這真的是很棒耶 而且他有很多接口 所以我可以直接切換就好 不用一直在那邊拔線換線 所以其實我覺得對老玩家來說 我們有時候就是要一個方便而已啦 倒也不用像我之前的影片說 啊要買彩尖啊 還是要去買那個RGB的線啊 去改晶片改機器這樣 那其實那些過程雖然也是好玩 可是對可能一般沒有想要 那麼想要動機器的玩家來說 就是一個阻礙嘛 因為對我們來說其實目的 終極目的還是玩遊戲 而不是在玩機器嘛對不對 對阿所以這個 我覺得建議大家也可以就是 勤勞一點在網路上面 多多搜尋一些二手中古的賣家 看有沒有什麼好的物件 被放出來這樣子 那也不要問吳偉去哪裡買的 因為我不是店家齁 OK 那就祝大家都可以 順利的找到自己喜歡 適合而且可以回味的好機器 好啦我是吳偉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拜拜 拜拜